HELLO 早安嗨你好,我是修哥 I'm Yuga 今天在這場排位要玩亥犽 那因為我是先選亥犽嘛 對面當然會選比較好打我的角色 他選你的井 井是大家公認非常好打亥犽 Counter亥犽的射手之一 那今天也要教大家 如何用亥犽翻轉這個被Counter的局面 那也要教大家如何用亥犽打贏井 那打贏井有兩個需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井的位移 除了他的一技能之外 還有就是他的瞬移 一定要盯好這兩個重點 只要注意好這兩個重點 你就有機會打贏井 那這邊我被井先射了一槍 然後我吃兩個補包 因為我要幹嘛 我就是要回頭來教訓這個井的 井只要他交了一技能之後 你的標就絕對能滿標 那剛剛井交了位移技能 你就要去記 他是幾分幾秒交的 他剛剛差不多是51秒交的 只不過看時間 就是看遊戲時間啦 51秒交的 也就是他3分50秒左右 才會有下一個瞬移 所以你在3分50秒以前 你都是有機會用大招去轉達的 雖然我現在沒大啦 那以此類推嘛 假設井他接下來交瞬移 你就要去記那個時間 為什麼要記瞬移的時間 因為在前期 我們還沒出到冬日或冰袍的緩速裝備 井 我們留不住他 就很容易說我大招一轉上去 他直接瞬移拉掉 那等於說我大招空轉 我大招空轉 我的能量回不來 沒能量了 二技能也不能用 一技能也不能開 就會變成被井風箏到底 被他拉打滾射到底 這個是還蠻大的禁忌 那這邊抓到井了 因為我也很肯定 他沒有瞬移可以拉掉 所以大招就直接轉上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明智果斷的打法 就算剛剛薩尼沒有來回頭那個動作 我一定能把井打殘血 絕對可以吧 那打殘血 他回家補血 這破冰他吃不到 我跟他一定也有所謂的經濟差 這就是亥犽打井 需要注意最簡單的方式 這兩個點 你只要掌握得好 其實打井非常容易 那也要說啦 這個井其實沒有到非常會玩 因為我相信大家在打牌位 你的對手絕對不是職業選手 你在打什麼B牌 A牌 鑽石 星耀 S 幾十顆星 對面的人不是職業選手 所以你只要注意好 最簡單的這兩個方式 你就能掌握打井的訣竅 那這邊井 他已經有瞬移了 所以大招就不打算轉上去 不然他沒瞬移的話 我大招會轉上去 因為我的一技能已經疊滿標了 那剛剛有一個叫做注意他的瞬移 另外一個就是要注意他的一技能 他滾完的瞬間 就是你用標 一技能的標 打他最好的一個瞬間 的一個時機啦 對 因為亥犽最討厭的就是 他標只能打同一個方向 我一射出去 結果井往側邊滾 滾掉了 我的標是打空氣 能量回不來 那我也在打空氣 而且我要等一技能完全射完 我才能普攻 對 那這邊朗博有點貪心 有點貪心 大招直接轉兩個 井凝霜 這邊有個小訣竅喔 就是我故意先等井滾完 我才看一技能 他只要沒滾 我就用普攻點他 對 為什麼要等他井一技能滾完 這個剛剛也有說明過 萬一井 他在我標的瞬間才滾 這樣就會變成說我空標 那井就往後走 走就走掉了 對 所以要注意好這兩個小季節 你就有機會打贏井 好 那 亥犽當然有更進階的玩法啦 我相信大家就注意好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不只能拿來打井 你還可以拿來打很多射手 因為很多射手雖然他有位移技能 甚至他沒位移技能的你更好打 因為他就缺少了很多技能可以去躲你的標 躲你的大招 他只能用瞬移去躲的話 真的你的亥犽就會強上非常多 那井為什麼大家會說他非常好打亥犽 因為他在滾射完之後 他的攻擊距離是比亥犽的標距離還要再更遠的 所以會玩的井 他一定會拉好那個攻擊的距離 安全的距離 他射得到你 可是你的標打不到他 甚至他的一技能還會怎樣 等你駭牙射你標的時候 井才會滾 他在你射標之前他都用普攻在點 所以你可以觀察那個井會不會玩 很簡單 就看他的滾會不會亂滾 還是有滾就滾的那一種井 差非常多 OK 那話就點到這邊為止啦 那我們在前期 5顆頭了 5-0-0 4個凱撒隊友在中路好像快打起來了 過去支援一下 這場應該對面有狄拉克啦 狄拉克的話 我的駭牙在進場轉的瞬間 基本上一定要有清醒 因為狄拉克嘛 一技能二技能都可以斷我的大招 哇這邊阿萊直接綁太狠了吧 所以我的大招也是瞬間 轉上去 直接算殺 7-0-0了 7顆頭了 二塔可以點 那這邊注意朗博 只要朗博的大不是朝我的臉開 我就可以一直點上去 過一個牆 OK 這個凱撒先鋒快來了 哇 我們家蘇里被菲類收掉了 凱撒先鋒來了 菲類在下路 而且我旁邊還有一個阿萊斯特 這個二塔就絕對可以點 絕對可以點啦 沒有人敢過來的 除非愛里跟菲類兩個人同時過來 那我們就要怕了 那我本來想要素吃這個魔龍 結果發現素吃不了 吃超久 連大招都轉上去囉 結果看到旁邊有個菲類 對面的打野 殘血的魔龍菲類不敢跳過來 我想要把這個魔龍拉掉 讓他回血 那為什麼菲類不敢過來 因為我旁邊有阿萊 他大招跳過來就被綁了 那這個魔龍一定要拉掉 因為我繼續打啦 菲類不用跳 他就走過來自裁就走了 所以我剛剛剩大概四五千血吧 就很期待把這個魔龍拉掉 這邊大招直接轉 轉三個 配合清醒的話 狄達克只要沒辦法斷掉你的大招 基本上這場亥牙就是無敵 而且亥牙你要轉的那個點 盡量去轉在人群裡面 喔 很療癒的囉 超療癒 這場我已經拿到十一顆頭了 但是我也死了 就是被殺到啦 對面 剛剛我沒有注意到是誰殺我 就能拿到非常多的終結獎金吧 現在就可以跟凱撒路換個線 我來凱撒路分推 我被兩個人抓 他們兩個大招直接踩上來 我已經飛在空中超多次了 這邊有個小訣竅 就是你在逃跑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普攻或一技能 對 如果你沒一技能的話就搭配普攻 為什麼一定要普攻 而不是直接走到底 亥牙我有出冬日 所以普攻是有辦法緩速的 對 讓對手追不到我 喔 OK 這邊 其實剛剛有個小記憶就是 阿萊直接綁了飛淚 你一定要想辦法先去集火 阿萊綁著那個人 你再去打其他人 對 然後這邊我還是被緊收掉了 常常不管是我在玩阿萊 或是隊友在玩阿萊 我其實發現很多時候 隊友都沒有在看地圖的感覺 我綁人了 阿萊綁人了 隊友其他人都沒發現 像剛剛阿萊綁人了 可能只有我發現 之後我去打 就會覺得傷害有點不太夠 這個大招可以轉 轉上去 但留不住人 但是朗博是又死掉的 哇 我被狄拉克射死了 他的大招太遠太痛了 其實現在就是一個怎麼說 對面不斷的在防守 我們有先天上的優勢 三路全爆 這場只要我們不要有太大太大的失誤 基本上都能贏 什麼叫太大的失誤 就是太想贏 看這邊 我們先處理掉這個飛淚 因為阿萊先綁了飛淚 大招轉 先收掉艾莉之後 再來處理狄拉克 就是一個一個來不要急 我們想辦法做到什麼 集火 阿萊先綁誰 我們先打那個人 打完之後再去打其他人 OK這場 開心結束 現在你玩亥犽 記住兩個點 就是敵人的位移的冷卻 一定要去注意 基本上你的標 你的大 都能跌到滿 轉到滿 那再來就是比較進階的 你的大招什麼時候開 對面有沒有控制技能 什麼時候搭配清醒 或者是大招什麼時候要轉進去 這就是要根據你當下的 臨場反應做判斷了啦 OK 那這場亥犽就分享給大家 趕快把影片點給大家 喜歡我的Syo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